Hello 今天想分享的是蠔油薯仔 炆雞翼 材料有薯仔 薯仔我早已准备好了 我已剔好皮 切好粒 放入冷凍櫃 要用時拿出來馬上就可以用 我發現這種冷凍櫃的方法 其實真的很方便 所以最近都經常用這種方法 去儲藏食材 另外有蒜蓉 其實我之前也切好了 放在冰箱裡 拿出來馬上可以用 還有當然不少雞翼 還有蠔油 還有鹽 糖 麻油 材料在這裡 我們可以準備開始煮了 首先先用鹽去雪藏尾 因為雞翼是雪藏的 所以有些雪味 我們用鹽醃大約5分鐘 拿走雪藏尾 過了5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洗走鹽 如果不是一直醃下去就會太鹹了 我們就用水沖走鹽 順便洗一下雞翼 清乾水後還不夠 我們要用廚房紙 再印乾雞翼 印乾雞翼的好處 最重要是煎雞翼 煎雞翼的時候 油不會彈得太厲害 好了 我們已經印乾雞翼 現在可以準備煎雞翼 我們用一隻易潔鍋 不用加油 就放雞翼 慢慢煎熟 兩邊 如果大家像我這樣 怕它彈得太多油出來 可以加一個網蓋 另外我們還要開一個鍋 這個鍋就是用來煮小薯 用來煮小薯 我們就放少許油 進鍋裡 然後我們就爆香蒜蓉 就可以放薯仔粒 把薯仔粒放進去 爆香蒜蓉後 就可以放薯仔粒 煮軟 煮了一會後開蓋看看 水不是太足夠 加多一點水 順便在這個時候 加入調味料 有蠔油、糖和鹽 還有麻油 加入調味料後 可以用鍋鏟拌勻 然後關鍋 讓它們慢慢煮 中間可以試味 看看味道夠不夠 我發現味道不夠蠔油 所以加多一點蠔油 看看這片雞翼煮得如何 現在煎了一面雞翼 就可以翻另一面 我每一面大概煎三分鐘 要看火多大 只要雞翼的表面是金黃色就可以了 就可以翻另一面 把雞翼煎好 翻面後 我們可以等雞翼煎多三分鐘 等另一面都變金黃色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雞翼煎好兩面 都是金黃色 就可以關火了 雞翼煎好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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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七八成熟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看看薯仔 我們用筷子捏一捏 只要捏得穿夠軟 就可以了 我們就把雞翼放到薯仔那邊 把雞翼放到薯仔那邊之後 我們就可以攪一攪 讓每隻雞翼都可以沾到醬汁 然後就可以散開 讓雞翼都可以沾到醬汁 讓它煮多三四分鐘 煮了三四分鐘之後 雞翼熟了 而且醬汁已經熟得七七八八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關火了 可以上碟了 蠔油薯仔炆雞翼 真的很好吃 雞翼有煎過和沒有煎過 相差很遠 有煎過的話 你會覺得香很多 好吃很多 而且這道菜非常野味 很好吃 下次一定會再煎過 之後 那就再煎過 記得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